中文字幕——YK 不是在山郊野外 而是在车水马龙的台北 相机的快门声不断地响起 因为这一天湿地里 来了一位稀客 在相隔二十几年后 商鸟人终于在五谷湿地 与黑渊重逢 从黑渊现身的那一刻起 他们知道 五谷湿地的春天即将到来 天空飘着细雨 冷风一阵阵吹来 这种适合躲在屋里的天际 五谷湿地的乙工们 依旧守候在湿地旁边 为短暂停留的游客 介绍湿地生态 每个星期日下午 他们都会轮流来到这里 毕竟这可是推销 生态教育的大好时机 当我们用这种单筒的 那个镜头来让他们看到 这个湿地虽然是一滩的泥地 可是里面它有多少生物 在里面生活 那民众他们会很惊奇 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的地方 又有这么多的生物在栖息 它真的是那个洞就是它的家 它会在旁边摆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家 它动作很快 它会回回去自己的洞 你就把它堵住以后 它就回不去 回不去它就无家可归 表面上看起来五谷湿地 和一般的湿地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事实上它的演变故事 却是十分的戏剧化 早期这里曾是大台北地区的粮仓 民国53年 政府为了解决三重五谷 卢州一带的水患 于是新建二重疏红道 从此 鱼米之乡成为洪水泛滥的 缓穹雪路 在53年 狮子头爱口炸开以后 那个海水 引起海水倒灌 那会炸开 那个狮子头爱口 最重要是要排洪 会整个大台北地区的排洪 那你炸开以后 它那个淡水河的 那个开口就加大 那造成海水 你会能够排洪 那海水会进来 那有些比较低化 对象甚至淹水不退 就形成一个沼泽区 从民国53年到70年间 五谷湿地荒废了将近20年的岁月 由于地畴低洼 水塘遍布 不适合耕种 因此意外地成为水鸟新天堂 当时这个年代 可说是五谷湿地生态最繁盛的年代 不过好景不长 人烟寒至也成为藏屋纳垢的好地方 于是废土 废弃物 污水纷纷进驻 五谷湿地做起了顽鸽 鸟泪不来 小鸟人也不来了 五谷湿地几乎被生态界放弃 直到另一项新建工程 再度激起涟漪 从87年开始 环保署利用空污会补助台北县这边 来做整个树荣道的利美化工程 他们在做这边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四座的工程 标榜是生态 但是其实是不生态的 就是对水鸟宅 还有对这边整个环境的 有蛮多不恰当的做法 那我们就开始介入关心 耗资近15亿的绿美化工程 将二重树红道的河滩地 变成公园 篮球场等人工休闲设施 绿美化的范围广达324公顷 相当于达安森林公园的16倍 二重树红道变美了变干净了 人们休闲空间也增加了 但是生物的气息空间再度被压缩 当初新建树红道提供洪水 行走的原意也被忽略了 现在鸭子都开始在配对 那边小水鸭 这个环境是我们开始介入关心的 它就维持这样一个环境 这是一个生态园区 但是过去的生态园区是分散的 这边一块那边一块 但是生态的东西应该它是要 比较生态廊道的概念 就是它是一整 它是可以让它们去移动的 它们可以去是整块的 而不是岛椅式的经营方式 当人们重新来到古诗地 看见了残留的希望 在这一片被认为死去的土地上 依旧有许多生物仍强韧的成长 然而就当保育人士重摆五股失地 企图注入新的生态观念时 没想到鸟种最丰富的一块精华区 却因为一项国际华传道的新建工程 而被全面摧毁 我们还看到鱼鹰 看到红准 这些猛禽类属于比较高阶的消费者 他都已经在这块区域附近活动 那现在破坏了要重新来过 这是我们比较觉得可惜的部分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 那老师与伙伴们并没有放弃 他们想尽办法 最后提出漆地移转的想法 以十公顷的人工草地为筹码 展开最后一波 那我们大概在2003年的 11月12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把这一块 大概将近十公顷的厂 原来是草地的环境 就把它转变成一个沼泽的环境 以这条水的水源为主 我们要往里面挖四条多岐进去 然后里面还要造一些生态岛 那让各种不同的鸟类 都可以到这边来栖息跟密息 好 恭喜你们又种一棵了 耶 它打鼓来了 真的哦 哇 你看 那边呢 在那里呢 那边的树 从2003年年底到现在 2006大概这两三年的转变 我们发现到非常多的改变跟惊奇 因为这里面环境改变以后 各种不同的鸟类就会来利用 今年我们再度踏上这片土地 也亲眼见证湿地的繁盛 原来只要给大自然时间 生命自然会找到出口 我们走进来这边 本来就是光土都没有草的一个土地 因为我们刚把那个 就是挖出来的土 我们就就地做一个土蹄 营造不同的一个环境 那现在我们走过来 其实很多的植物都长起来的 很棒的 像这个苦林盘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叉枝种的 两三年来就长这么大 那这芦苇都自己长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到绝大部分的植物 像芦苇 苦林盘 很多都是它自己长出来 而且它们长得比我们种的还要好 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 土地公比我们人还会种植物 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有新发现 每次相遇都是新的旌旗 三年来这群保育人士的凝聚力 与行动力依旧不减 因为大自然一直在鼓舞着大家 不断往前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会有办法这样走 两年 三年 我想应该是说 它有陆续在成长 这个地方 它的整个生态系有在成长 那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更要加紧脚步地走下去 可是当你长期关心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说 当这个地方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反而就是会越来越爱它 就是会越来越不舍地离开 我希望它能够一直保持 目前这个状况下去 然后就是不要再有任何 其他工程进来 让它就是利用 靠大自然去掩替 因为我觉得是说 我们只是起个头 然后接下来部分 就应该要交给大自然去研编 书宏道生态保育联盟的网站上 记录了五股失地的 点点滴滴 义工们也会将自己所观察到的生态 与大家分享 有些人因为看到网站 开始对五股失地感到好奇 有些人因为遇上义工进行生态解说 而一同加入保育的行列 我觉得让小朋友去接触大自然 他们在心里面会产生一些 是我们父母亲或我们社会 没有办法给他们的一种情感 那么他们慢慢会懂得去尊重大自然 去喜爱大自然 所以我想这是大自然可以给他们 这不是教育可以给的 你看到什么线你说 你看到什么线 太小声了 我听不听就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然而他们的眼光看到的不止这块人工失地 他们想让整片的五股失地重返辉煌年代 于是赖老师也建议县政府 保留部分的土地 不除草 不整地 让土地自然的荒化 使得生物与人们可以共同分享这块空间 在设计上面 他们这个水岸边的草都全部处理掉 那我们觉得说 这样他们对鸟类来讲 他们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给它建议以后 他们采纳我们的建议就是 像这样 像水岸边的芦苇 还有苦淋盘 水壁宅都没有整理 那它这样自然长出来以后 就形成一个缓冲区 让鸟跟人类有一个隔绝的效果 那鸟类在这里栖息觅食的时候 它会比较安全感 当时公顷的人工失地进行成功之后 县政府就将全数的五股失地 交由保育人士任养 其实五股失地拥有非常优势的先天条件 堤防内处处是洼地水塘 堤防外又有一大片自然的滩地 退潮的时候 这边露出很大的一个滩地出来 那里面就有很多的螃蟹 潭土鱼之类的生物 提供给鸟类食物的来源 所以在退潮的时候 这边可以看到两三千只的黑腹兵役 还有包括埃及圣环 苍鹿 大白鹿 小白鹿 很多的鸟都会在这边觅食 很多的鸟在战潮以后 它们就会离开这个滩地 那会到五股失地里面休息 在12月17号我们做前程黑烟调查的时候 我们观察到最多的是十只 甚至我们有看到 有几只黑烟就往五股失地方向飞 那我们就很激烂说 你赶快回过去 然后就在那边 我们已经帮你把家都已经做好了 你们就留在那边 那有点吃点说梦话 但是很意外的在12月30号 我们在失地那边 竟然真的就看到一只黑猿 黑猿的到来为乙工们 注入一记墙心针 曾经在70年代 整群的黑猿常在沼泽飞翔 以五股为家 随着实地的破坏 黑猿自此小声尼击 让黑猿返家 这个只能在梦中想象的情景 竟然真实地实现了 那我们原来预计在十年 能够达到黑猿回来的目标 但是我们很高兴在今年 应该算是七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有黑猿已经在原期出现 那我们会希望今年2006年 更多的黑猿能够回来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师弟起死回生 是什么样的坚持让他们面对挫折 却不放弃 蓝老师笑着回答 这一切都是跟大自然学的 大自然在逆境中的爆发力 与强韧的生命力 让他们学到 永不放弃 就有希望 其实五股失地的一个历史的演变 它在生态上面的一个变化 跟台湾整个生态上面变化 其实是一致的 就是它可以是等着台湾生态的一个缩影 从以前很丰富的环境 然后变成生态的黑暗期 最后慢慢我们现在重新去 用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的角度去对待这个土地 那我们发现生态回来了 野生动物回来了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可以从这里去学习到 对自然的爱 对土地的关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